大家好,我是三喵,一个有温度的学渣 过去我们讲过一期节目,讲到抗战的时候 我们知道中国内是啥都缺 必须依靠国际上的物资援助 而当时日本侵华之后非常短的时间之内 中国海陆的对外交通完全断绝 所以是靠着一条细细的生命线 也就是滇缅公路去维持着抗战的物资运输 那么到了1942年初之后 日军进泛缅甸这条滇缅公路也被彻底切断 那么表面上看中国抗战是无论海陆还是陆路 都不能够再获得任何的物资援助 那怎么办呢 走天上 由此诞生了 可以说是抗战史和人类航空史上 非常悲壮 史诗一般的驼峰航线 它的这个意义对于抗战怎么说都不过分 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条可歌可泣的航线的故事 说起来这条驼峰航线 它大概的走向是从印度 从印度这个地方然后穿越喜马拉雅山到中国 那么这条航线动意是在1942年1月的时候 国府高官宋子文就已经向美国提出来 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已经参战了中美 就是反法西斯的盟邦了说 鉴于这个日军已经进犯缅甸 那么滇缅公路随时有被切断的危险 预防不测 我们需要100架运输机以印度为基地 然后运物资到中国 以此来支持中国的抗战 当时美国参战之后 他的这个策略是先欧后亚 也就是优先对付纳粹德国 但是对于亚洲太平洋战场 无论如何要让国府能够坚持抗日 继续撑下去 所以这个物资是断断不能给断供的 那么眼看日军在缅甸进攻如此顺利 这个议程就被加快了 到了1942年的春季 美国专门成立了一个第十航空队 而且还配属了这些飞行员 飞行员哪来的 首先过去飞民航的一些老飞行员 然后一些航校毕业的这些飞行员 有了飞机 有了飞行员 那么到了1942年5月份 滇缅公路被彻底切断的时候 看上去这个航线的飞机物质储备 已经是可以了 但是有了这些飞机 不代表您能飞这个航线 为什么呢 这个从印度到中国 您去看地图中间是要经过青藏高原 喜马拉雅山脉 那么这个喜马拉雅山脉 它的平均高度是在5000米左右 那么有的这个山峰是7000米啊 当时这个美国这边的主力运输机 C47它的这个一般的升线也就是7000米 也就意味着这种飞机如果想要翻越这个喜马拉雅山 它就必须得在山谷之间这么来回穿越 就这样来回蜿蜒着飞 您就不要指望像现在的客机一样 从这个山上飞过去 从平流层飞过去 对不起 做不到 只能在山脊之间蜿蜒来回的飞 这样这个航路曲曲折折 宛如骆驼的那个背上的那个驼峰 所以中美飞行员管这个航线就叫驼峰航线 这不仅仅是这个曲曲折折 而且高度上也是上上下下 这个其实非常非常危险的 不但是这个你这个在山谷里面穿行的时候会撞山 而且这种山夹着这种盆地峡谷的地形 非常容易产生湍流雷暴这些东西 只要飞机遇上 那基本上就是个死 而且在这样的荒山野岭 您不管是在雪山上 还是在这种热带雨林高离贡山 如果飞机失事 哪怕是机组成员能够跳伞 那么想在这种地方生还下来 概率也是非常非常低的 不走这里行不行 不行 那么往南边缅甸这个地方 日本已经完全进站了缅甸 北边有个机场叫密支那 那么日本的战斗机就以这个机场为基地 时不时的就对这个航线进行袭扰 再往南边 那么完全就会进入日本战斗机的作战方位 所以为了避免日本战斗机必须往北飞 而这样的航线非常非常的艰苦 你必须得是那种作战经验 飞行经验 非常这个六的老飞行员才能够飞这条航线 但是当时这个第十航空队 中美联合空运 这个整个成军非常仓促 很多的飞行员都是新手 所以说飞这个航线 事故率就大大增加 而且呀 整个的当时国府对于物资的要求 非常非常的迫近 委员长说 为了保持现在的战线 咱就不说对日军进行反攻 哪怕仅仅是维持现在这个战线 一个月7500吨的各种物资 那么当时这个空运的主力 C47载重量多少2.1吨 那么这种飞机啊 它的载重量跟现在这个家用小机车差不多 指望着这个飞机去满足每个月的运力 那就是蚂蚁搬家怎么办呢 好 在印度的地勤人员 他不管那么多 每一次都把飞机塞的满满当当 其实是严重的超载 而这些飞行员飞到中国之后 你赶紧返回来 再飞下一趟 再飞下一趟 很多时候这些飞行员 有的时候一天你要飞三趟 而在其中的一趟啊 就得在这个晚上去飞 你完全靠仪表去飞 你在这种情况 无形当中又加大了这种事故的风险 但是你飞也得飞 不飞也得飞 中国的抗战就靠着这条线来维持了 所以说机组成员真的是冒着巨大的危险 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这有的时候啊 这个有老兵老飞行员会议 一天之内在印度的机场 因为飞机超载 亲眼看见四架飞机坠毁 那大家顾得被上赶紧把飞机残骸给挪开 然后继续往前飞去啊 然后有一些坠毁的飞机 这还没完 要废物再利用 因为整个的这个飞机是超负荷运转的 有些坠毁的飞机 找人去把这些飞机上还能用的部件给收集起来 风风鼓鼓敲敲打打 供这些还能用的飞机继续去飞 那么如果有的飞机坠毁在了深山里 那后果就是非常悲惨 所以有一句话我说过很多回嘛 驼风的老兵回忆往昔说 在晴朗的时候啊 我们完全可以沿着战友坠毁的飞机的那些铝线去飞行 那么我们给这些峡谷起了一个很冰冷的名字 叫铝谷 就是这些坠毁在山谷里的战友们 他们在给我们导航 这话听起来真的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好 但是即使这个样子啊 这条航线还是能够维持下来 保持了抗战最最基本的物资供应 当然了光靠着这个飞行员的牺牲精神还不够 C47飞机有它自己的缺陷 后来美国人开始在驼风航线上投入这种飞机 C46 Commandos 2G队员 这种飞机相比于C47来讲 表面上看它的这个声线更高 而且它有加压座舱和加压货舱 还有啊它整个能够在很恶劣的环境下运作 看上去这是驼风航线上的完美机型 但是C46飞机也有它的缺陷 首先就是它整个的这个机械构造过于复杂 它那个电动变区螺旋节经常失灵 因为这个摔了不少飞机 而且啊它的这个机翼的游路设计是很匆忙的 很容易在机翼根部跟机身交接的地方去积累一些航空燃油 不能排出一个电火环就会让飞机凌空爆炸 所以说飞这种飞机那也是拿木在驼风航线上去运物资 那么除此之外啊 我们知道近现代战争最重要的物资是什么 石油汽油 您不管是C46还是C47 这两种运输机啊 运个炮弹啊 运个这种食物啊 这些没问题 但是运汽油 这两种飞机毕竟不是专门设计的 没办法 美国这边又把他们的B24解放者轰炸机给改造了 然后里面装八个大油槽能装两千多接近三千加仑 也就是接近一万升这样的汽油 这种运输机叫C109 那飞行员很不喜欢这种飞机 那满载的汽油去起飞降落中间在飞 稍微有一点点事情 那真的就是机毁人亡尸骨无存 但是啊 就是靠着这种改造的C109 这个汽油能够源源不断的运到中国战场 所以啊 到了1943年的12月的时候啊 这个驼峰航店一个月运力一万两千吨啊 您别忘了 刚才我说委员长说每个月七千五百吨 到了1943年12月一万两千吨 这当然是这些机组人员拿命去换来的这样的一些物资一种 到了1944年的时候啊 盟军中国远征军发动密之纳奇奇战夺取了这个机场 密之纳机场 那么驼峰航线上的飞机有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倍降点 那么与此同时呢 美国又投入了C54运输机 那么这种运输机它的这个财重量是这个C46的两倍 C47的五倍 而且飞的更高更快 简直就是给驼峰航线量身打造的 所以说到了1944年之后 密之纳机场为运输的起点C54直飞 中国这个驼峰航线的效率就能大大增加 运输的物资数量就比以前高了很多很多倍 而在华的中美空军也利用这些物资活跃起来 1944年日军正在中国大地上肆虐 在发动玉香桂会战 那么中美空军的联合作战 比如说在衡阳城压制日军重炮 在郑州炸掉黄河铁桥等等等等 让日军这所谓的大通大陆交通线的迷梦彻底破灭 那么与此同时呢 美国的B29轰炸机在1944年 第一次以中国成都的空军基地为据点 起飞长途奔袭日本九州 让日本的这个民众终于尝到了大规模战略轰炸的滋味 所有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靠着驼峰航线供应的物资来保证的 那么到了1945年的时候啊 整个的远征军反攻边面公武再次打通 那么驼峰航线也就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当然与此同时 抗战也就结束了 我们回顾一下整个驼峰航线 从1942年到1945年 用了多少吨物资啊 65万吨物资 那么作为对比抗战前期的那条滇冕公路 运送的物资是40万吨到50万吨之间 可以说是靠着空运啊 完成了一个航空史和抗战史上的奇迹 在历史上只有稍后几年的柏林空运 它的这个空中物资运输数量是大于这个驼峰航线的 你再考虑到整个驼峰航线 它是那种飞行禁区当中开辟的一条航空线 这就更加了不起了 当然这些了不起的成就背后 是机组成员非常非常巨大的牺牲 整个的驼峰航线运行的时间当中啊 这个中美空军联合飞行150多万个小时 那么有400多个美国机组 20多个中国机组加起来1500余人 连同他们的飞机永远长眠在了驼峰航线上 直到现在啊 高黎贡山啊 梅里雪山这些地方 还有一些运输机的残骸 还有一些驼峰航线的这些飞行员的遗骨 还不能重现天日 所以啊 这现在想想这些 真的是令人感慨万千 还好还好 就云南很多的民众 很多的人民 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去感谢这样的驼峰航线 大家并没有去忘记 您就比如说那个腾冲的机场 它的名字就叫驼峰机场 所以说这些英明们的事迹 终于还是没有人去完全忘记的 所以说这个希望啊 这个雄鹰翱翔天空 烈士永垂不朽啊 这个lest we forget 好了 我们今天关于这个驼峰航线这段悲壮的历史啊 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啊